好 直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民宅外牆整個斑駁碎裂 再往地面看 許多碎裂石壞磁磚散落滿地 現場一片狼藉 看起來觸目驚心 當時候就是5點40的時候 就聽到一聲巨響 然後出來看的時候才發現 隔壁的房屋都倒塌了 就是二樓的部分 然後圍牆往下倒 然後三間 兩間還三間這樣子 那當下的生意會很大聲嗎 那是當然非常大 還有感覺到一點地震的感覺 所以有路人經過 有沒有路人經過 沒有路人經過 所以說沒有壓到人 只有旁邊砸到一些車輛 那有沒有打電話報警 有 有打電話報警 警察第一時間就來了 就先把建材撥起來 對對對 沒錯 會突然變這樣 原來是因為 就在昨天下午5點多 位在高雄延城區 五福四路 於大安街口上的一間民宅 女兒強從三樓高的地方 突然哄著一聲倒塌 瞬間雜中路邊堤放的三台機車 和兩輛轎車 嚇壞附近民眾急得趕快報警 警方到場後發現 該處三棟民宅女兒牆倒塌 所幸當時無人受傷 僅有兩部自小客及三部撞機車尾屬 警方已拉起封鎖線管事 通知屋主及相關單位人員到場處理 幸好這起意外沒有造成任何人受傷 虛驚一場 但到底為什麼會突然倒塌 詳細原因還有帶理清 以上是掌握消息的主播